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何酒注定难分吗? 台湾离国际电力趋势 所谓小而分散的这种模式 到底有多远? 小而分散的模式呢 它具体可以减少 每逢台风必停电的现况 也减少电力传输时候的损耗 还有在延日用电尖封时候 可以舒缓压力 而它的核心呢 四个字讲完 电力自主 也往往所使用的就是 目前国际在谈的绿电这种趋势 可是在台湾大家习惯 所谓停电就骂台电 缺电就骂政府 所以到底我们距离小而分散有多远? 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我们会客室的专家 他是来自台大风险中心的博校后研究员 他毕业自德国弗莱保大学的环境与自然资源学系的博士 他是黄惠慈 惠慈你好 哈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惠慈您所研究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项目 其实是就是小而分散的这种电力的结构 而不是像台湾目前的大而集中 就是大家每次只要一想到停电啊 然后或者是这个电力 都就会想到我就拿起电话去骂台电就好了 都不是很有那一种哇自己的发电或自己的电力自己发的这一种概念哦 所以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为大家做一点就是关于小而分散的这一种电力结构的入门ABC吧 首先请教惠慈是他各自的优劣 对因为首先讲到大而集中他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中心化的能源系统 他会连结发电厂传输系统跟电的分配系统 然后他把电从高压转成低压 然后再传输给中端的使用者 比如说像家户啦工厂或是商业大楼等等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仰赖 他必须要有核能或像火力发电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需要大规模的储存能源原料跟废料的一个储存系统 然后也需要有高温高压的运作条件 然后他也是属于一个在规模经济里面去运作的 所以他有道理 对他透过很大规模的电力生产 然后分配给很大地理范围的很多的用户 所以他影响层面是比较广比较大的 直接对出配电直接影响到很多人 但是分散型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系统 那他的特性最大的特性就是他很多元 我们可以想象说在一个同样的地理空间里面 他有不同的地方 他们用不同的能源 再生能源的方式 因为每个地方他有的能源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风能啊 太阳能地热等等 每个地方就会用他的所具有的能源 然后来生产电力 那所以他也需要很多的 他是一个多元的再生能源生产方式 他也需要储存系统 还要侦测跟控制系统 所以这两个性质上面就非常不一样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就是说 他们的优劣的话 因为其实也有非常多可以比较的面向 那比如说我们最强调就是说 分散型能源 它是比较具有能源效率跟能源安全性的 反而分散是比较有效率的 我以为是集中 因为他我一听到规模经济 我就会联想到可能台湾社会很在乎的 电价的这件事情 所以小而分散跟大而集中的话 哪一个在效率层面 自主层面 这个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看 哪一个比较优 如果我们要谈就是说 因为集中式它的能源系统 它因为有传输系统 它是一个 这过程里面可能造成非常高度的电力的损失 有道理 所以我们说 对 所以这个transmission loss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说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它的能源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再来我们常听到说 一个地方它停电了 所以整个大范围就要造成停电 那这个也是属于比较偏集中式会有的现象 因为它是从发输配置一体的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结构关系 所以说它的能源安全性也比较低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是这样子 那如果讲到分散型的话呢 它因为我们可以讲到分散嘛 所以它的传输性就比较短 它不需要来自比较远的电力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它的安全性也比较高一点 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对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也 它也不会造成像集中式的能源 一个地方停电 大范围就停电 它各个地方都还是有维持 它们的自主性的电力生产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看 电力系统是比较偏安全性的 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 您提出来的这个切片 对台湾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说台湾的宿命就是 台风还有地震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星星板块 还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 每年几乎都一定会碰到的 那因此就是如果说这个 大额集中 它在因应这种天灾 就很可能 例如每一次台风来 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有意识到 就是他都会谈到说 哪一区又大规模停电了 那那个停电的户数都是数以千计 可是在这个小额分散 我刚刚听到惠池谈到一个关键点 这个可能是台湾目前还需要结构性的来建制的 小额分散它能够自发自用 因此比较不会出现就是传输中的损失 或者是遇到天灾的时候 大规模停电的关键配套是 它要有除能系统 因为我们目前听众朋友 您应该听过 其实现在大家都常常在讲 这个风光明媚 这个风是风力发电 光是太阳能的发电 可是太阳能发电 常常我们都是回输回去台电 然后再由台电来统筹分配给我们所使用 所以因此我现在想要问的事情是说 如果台湾真的要做到小额分散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建制 结构性的配套要做起来 小额分散的话 它的最主要还是刚提到除能系统 必须要建构起来 因为台湾的话 我们过去除能系统并不是那么的推展的 尤其是多元的除能系统方式并没有发展起来 那在台湾风险中心过去也访谈了清除能的专家 那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说 清除能系统在2000年初的关键时刻 它是在政策其实是没有被推展的 所以其实这一块的话 是对于我们小额分散的电力系统的建制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 我帮听众朋友来邀请您科普 清除能的系统 这个是指清能吗 就是清气的清能吗 对清燃料系统 听众朋友这个我可以帮大家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例如说像原本这个预计这一两年要举办的东京奥运 当时日本政府就是大打 他们到时候就是要用清能车来运输各国来的这些英雄好汉 来这所有世界各国来的国手 这个就是他们展现他们就是不再用传统的汽材油车了 他们打造了 让他们这个民族产业Toyota打造了这种清能车 所以清能这一块 但是这一块确实在台湾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而刚刚惠茨点破说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波的国际浪潮 但是我们没有跟上 请您继续 我们的除能系统 对在清除能系统部分的话 因为它一开始的研发的成本是确实非常高 那当时因为没有一个契机 那虽然说我们有 目前我们的民间企业都还有在发展清除能系统 但是因为政府没有非常积极的在推展 所以这部分就非常可惜这样子 那刚刚讲到 对刚刚也有提到 主持人有提到说 其实小而分散的系统 是不是只能透过太阳能来实践这个部分的话 对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主要都是绿电 就是像什么燃煤发电啊核能 这个大概很难是所谓小而分散里面会选用的形式吧 没错没错 如果是燃煤啊或者是核电 他们最需要的还是比较集中式的机载电厂 但是如果是绿电的话 它因为在各个地方分散 它各地方分散能源 它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性的电网 然后或者是电网之间做连结 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最适合绿能的发展 那其实但是就是说过去 当然台湾在发展小而分散 是以太阳光电为主 可是在国外的案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风力发电 也都是由居民集资而来的 像是德国啊还有丹麦 对他们的像Win Park这种 等于是社区或者是合作社 共同组织的方式 其实也已经算是蛮普遍的 Win Park我们要理解它是一个地名 还是它是一种公民电厂的模式 Win Park这个词汇 对在德国的话它是比较偏向 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算成风力公园啊 等等那因为德国的 对对对Win Park 那它是一个因为德国的话 它的入狱风机算是占再生比例 那再生能源里面比例最高的 那它有很多的百分比是由 就是由居民共同来集资 然后共同来分配他们的所有权 所以这个Win Park是等于是 他们所共同拥有的电厂 这样的方式 但是当然Win Park也有一些 比如说企业跟民间一起合作 然后各自享有多少百分比的分配权利 那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 我感觉您点破了一个就是说 如果以德国来跟台湾相较的话 这个他们小而分散的这个形式里面呢 其实太阳能光电啊 然后风电啊 甚至您第一题的时候有提到的 好像是地热对不对 地热他们都是他们可以选择的 不过在台湾我们看到的 比较多是小而分散 比较多是透过太阳能光电来实践 因为这个风电 最近我们真的是突飞猛进 可是大部分是离岸风电大厂 对大部分都是这个大型的资本 甚至是国际富可敌国的 这种国际资本来到台湾 那结合了我们许多在地的 这个重大的产业 然后一起来打造那种 就是很大型的队伍 所以某一种程度也算是一种 大而集中了 对这样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等于是离岸风电 它是需要很大的资本 那确实要由民众来共同集资 它在台湾还是比较少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我现在我们常常都会谈到一个观念 叫说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所以这个德国它其实在近年 我特别想标举德国 那唯利是因为他们其实近年 努力的在发展绿能 所以整体而言 他们的电力结构 其实算是小而分散的吗 电力结构算不算小而分散 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的话 就刚刚讲的 从发电跟输电跟配电来看的话 我们从发电来看 它其实有相当于大概40%以上 都是由快到将近40% 是由居民来所拥有的 再生能源的这样的发电的配比 比如说居民自己发风力 自己发太阳能 或者是生物能源 或者是水电地热等等的 那这些都是 等于是占了40%的比例 所以我们可以说 如果从发电来看的话 它算是分散型能源的比例算蛮高的 但是如果从输电的比例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欧洲国家 输电系统其实基本上都只有一家 输电系统来营运 那在德国跟英国是例外 德国的话它输电系统有四家来营运 这跟他们历史因素有关系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偏 因为只有四家在掌握全国的输电 所以它还是比较偏控制型的 所以这方面输电来讲的话 它不算是一个自由化的程度 所以现在有很多德国的居民 也在喊说 输电系统应该掌握在民众的手上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 对于输电系统的自由化的浪潮 跟呼声出来这样子 那表示他们输电系统 还是太过于集中 那再讲到配电的部分的话 其实配电它其实就是要把电力 分到消费者的手上 那在德国的话 已经至少有800多家来做配电的部分 那它要确保就是说 高压的电线路跟区域产生的电 它必须要能够安全的到达 消费者的手中 那这个部分也其实是一个 高度自由化的分散型的情况 对所以如果从 就是说它从这三个部分来看的话 大概情况是这个样的 它的四成 我听起来这个居民拥有的 而且大多是绿能 那其他的六成就不是绿能了 就是传统的吗 应该说 应该说去年大概2020年的上半年 德国的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大概到了一个百分之 快要将近50 那他们其实用的是燃煤 然后再来就是天然气 再来是核能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以 就是说40%掌握在民众手中 其实涉及比较多的是 所有权的概念 就是有哪一些绿电 是由民众来生产的这样子 那其他的包括像 就是说不是有民众生产的 再生能源的这些比例 大部分就是由地方的能源企业 或者是大型的能源企业 来做这样子 那从去年 还是前年开始 好像他们的 企业型的再生能源比例又增加了 那表示说 其实德国人在看待这个 并不会认为说 这表示民众在再生能源 参与的比例下降 他们反而会认为说 其实一开始 德国再生能源的发展 是由民众直接发起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方面的利益 而企业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利益 但是呢慢慢的 所以他们的当时发展起来 是以民众为主的 所以他们的民众为主的 再生能源企业 是他们主流 但是慢慢的这个比例下降 表示说企业也看到这一块的利益 所以他们也是乐观其成 所以越来越多人看到 再生能源的好处 所以民众参与的比例就下降了 这样子 他们也是乐观其成 在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台湾很常 我们把德国拿来 与我们的转型历程来相比较 相提并论 那我今天听到这个 来自台大风险中心的 博硕后研究员黄惠慈 惠慈博士跟我们分享当中 我觉得这个两国还真的是 在许多层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台湾在面对电力 我们都不会去思考到 我们觉得电足不足够 政府的事 真的停电了 跳电了 电不够了 拿起电话 卖台电 所以还是政府的事 对 所以这个谈到那种 就是不论是把 绿能这种 就是天宫赏饭吃的 当成是一种绿精 还是说把绿能当成是 实践爱地球的一种手段 其实在这个 我们的普罗大众的认知里面 相对于德国都是 很稀缺的一种认知 所以您在这个 德国攻下您的博士 您看台德相较 除了这个在社会民情之外 那您看在政策的引导面 或者是您刚刚也谈到 既有发电的结构 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这一种 就是天然的这一种 的这种优势上面 可能德国在面对 它这种结构性的转型 能源转型 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因为我们常常都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能源转型 其实就是产业转型的火车头 那当全世界都在 对都在谈 2050近零碳排 碳中和的时候 事实上越来越绿 恐怕是一个不争的 必走的方向 而且它所关乎的 已经是人类存续的议题了 现在联合国在谈这些事 已经不是像以前说 这是一个价值选择 大家要用更有道德的方式 爱地球 不是 我们已经在谈 再不这样做 我们就高温破表 干旱破表 急降雨破表 所以您觉得 这个德国的转型模式 给我们的启示 还有哪些层面 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很同意 就是主持人刚刚讲 就是民众认知的部分 也是我那时候 待在德国的时候 感受上非常 差异非常大的部分 因为从日常生活 你就可以感觉到 民众对于电的认知 其实跟台湾也很不一样 比如说举个例好了 他们在用电跟发电方面 是非常节省的 就是节能的观念 从非常小 就是有这个观念 已经从小就培养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 大家想像一个 教室的空间好了 那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通常就把灯都打开 可是在他们呢 他们只会打开 他们所需要用到的空间 有时候甚至在白天 觉得不太暗 他们就不开灯 那说我还 对我就不是很适应说 好像有点暗 可是其实大家 已经习惯就是说 能够节能就尽量节能 可能也是已经很普遍了 那又比如说 像在节能的建筑上面 他们是非常的强调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理解的节能建筑 可能加装太阳能板 可是在德国很普遍的 就是说节能建筑 必须要吻合 很严格的通风的设计 然后在隔热的隔热板的建材 然后窗户材质等等 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那也非常普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在节能这一块 已经非常的不一样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大众交通工具好了 我们可能在节能上面 常常会觉得有点冷 可是他们的情况是 比如说地上的电车 常常你上去 都是觉得很热 或是很冷 可是他们规定 也是蛮严格的 可能要到某个温度 他们才能够去开冷气 或暖气 然后也不会看到太冷 或太暖 那从这样一个节能的 一个认知 民众认知上面开始 然后才有他们所谈的 那些再生能源扩建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在认知上面 不太一样 就是说首先要 他们会先去降低民众的 对用电上面的需求 那是可以值得 我们去接近的地方 对 我先打断会词 这个听众朋友 其实节能 换一个角度来想 是相当好的发电 那节电的一个社会呢 这个整体的工程 它的根基点 往往是电价 德国的电价 跟台湾的电价相比 实在叫天壤之别 这个台湾的电价 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最低的 那在这样子的低电价之下呢 事实上很难打造出 全民节电的这件事情 对不起打断会词 请您继续 非常同意 电价是一个关键 那所以政策的话 刚刚有提到 到底政策上面 有哪一些部分 值得台湾去接近的地方 那我觉得当然 一方面德国政府 已经很不一样了 就是说把台湾的再生能源 不是台湾 就是把民众参与再生能源的 这种发展当作主力了 是能源转型的主力了 所以一方面 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下面 他们用政策法规 来支持公民对于能源的参与 那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规范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非常值得参考的是 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民众对于大规模再生能源的 设施的抗争 或者是这里面的沟通的问题 因为像德国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他们的陆域风机 是现在再生能源发展的主力 但是其实很多的民众 在电民众 虽然支持绿能 也支持风能 但是他们还是会有 很多抗争的事件的出现 那其实德国 他们的政府 其实对于 企业跟民众之间的争议 这一块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来做 一方面就是说 对于再生能源扩建 再生能源设施 作为重大工程的这种设施的 严格的减合机制 包括就是对于他们的 再生能源对于环境 还有社会的影响 这样的减合机制 其实规范非常严格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很严格的去规定 就是说这样的机制 要上到沟通跟对话的层面的时候 必须要掌握哪一些原则 那这个也是在他们的 公共工程法规里面 都有严格的规范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借进的可能是说 我们可以在大规模的快速的 去发展绿能的同时 我们也是要去注意到 就是在社会沟通的这个部分 我感觉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社会沟通的部分 这个例如说像我们把近年 称为是离岸封电突飞猛进 甚至这个还有其中一年 被标局为就是离岸封电的元年 但是在社会沟通的这一块上面 却是在比较多人的印象里面 是尚有不足的 所以才会出现那种 非常极度的这种 好像把它无限上刚到大德化 比如说什么 八国联军 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 这一种最让人血脉喷脏 然后觉得万万不可的这种用词 都给他贴上了这种标签了 所以造成一个沟通还没有开始 可能帽子就已经 大帽子就已经 高帽就扣上去了 然后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没有要在会客室里面 去谈到 去专门把离岸封电的 许多的社会沟通标局出来 但是如果您感觉到有兴趣的话 观点会客室曾经专访过 这里面的主管机关 能源局 他的副局长 那副局长他其实有对于 我直接把十大 这个大家最 都说人神共愤的这一种 好像最人神共愤的这一种 措辞哦 都把他逐一的来请教副局长 请他事宜 那请您可以直接在台大风险中心的官网上面 可以再去搜寻 这个离岸封电的迷思事宜 这些关键字眼 好 那么 除了您刚刚谈到的 就是政府政策的引导这一块 您觉得还有其他部分要补充的吗 就是德国的转型对我们的启示 刚刚讲到国土的 就是你刚刚说割地培关 我想它可能跟国土规划也非常有关系 但是这个部分它历史 就是说在德国在处理 就是说再生能源设施 涉及到国土的这一块 其实它需要有长时间的规划 所以它涉及的法规是比沟通 这些都还要多的 因为产权 国土 然后涉及自然的 所以其实我们 我觉得德国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是说他们非常愿意花非常久的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很久了 可能长达八年九年这样的时间 然后去处理这个国土 所涉及的国土的问题 所以当然我们是想要快速地去充 再生能源的容量 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 其实绿能的发展 它涉及的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关系 土地的关系 那我们也可能需要非常用心地 在这一块 也可能要花时间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它会涉及到蛮长的时间 但没有办法快速地 那么快速地去进展这样子 是啊 听众朋友 其实我们有时候回头来思考一下 到底是谁 非常地强调行政效率 台湾是民主社会 所以事实上 如果说政治领袖 他们相当地强调行政效率 那自然就会牺牲掉了 应该进行的沟通 以及来回磋商 把利害关系人逐步纳入的 很容易这个过程就会被牺牲掉 所以因此 这个呢 其实最后还是回归到 我们公民 我们要怎么样给予一个 给予沟通这一件事 一个合适的位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特别也想要跟您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谈到了这个能源转型呢 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日本 他们其实能源转型 常常跟地方创生 听众朋友创生这两个字 就是创造 然后生就是生机生活的这个创生 那地方创生 听众朋友所指的就是说 一种社区整体营造 使得那一个地方 有了不一样的特色 而这个特色能够同时 尽量去兼顾了生产 生活和生态这样子 那日本的这个例子 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案例 能源转型 地方创生 相结合 相得益彰 可以对我们台湾有点启示性 因为我过去 虽然说在德国念博士 但是我在日本 因为因缘忌讳之下 了解到日本有市民共同发电所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公民电厂的发展 那后来我有一段时间 是到那边去做调查的这样子 那我比较熟悉的是 比较日本关系的滋贺县 那它是在那个最大的湖 琵琶湖的东边的这个地方 去做调查 那确实地方创生 是非常符合那个地方 发展市民共同发电所的一个理念 但是首先就是先厘清一下 就是那时候在到现在 就是在了解日本的市民共同发电所的发展 其实不一定跟地方创生 有特别的紧密的关系 我们记得 对那时候有问过 一个市民共同发电所的经营者 那有问他说那地方创生的这个国家法 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那其实对于在地的发电来说 地方创生的属于国家法层次 那他们会涉及到的法 其实是比较偏地方的 那但是以概念来说 我觉得在地的市民共同发电所 其实确实是因为地方的需求 而兴起的一个活动 它不只是为了解决地方的能源的问题 而是为了解决在地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 比如说在资鹤县很多的乡村地区 那那些地区他们很多老年人行动不便 他们没有办法治理 他们没办法倒垃圾 然后也没有办法煮饭 然后他们有很多年轻人 是在都市的工作的时候遇到挫折 那回到乡村来 那就再也煮不出户 那但是他们都是很有很好的生产力的 那另外也有很多像所谓的认知障碍者 那他们就是在社会上被认为 就是被排挤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们也找不到工作 那也有很多就是说农民 农民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有生产力 可是他们没有销售的管道 所以对他们的蔬菜不知道要卖给谁 然后他们手工一品也没有办法卖出去 然后也有他们也乡村地方面临的 就是说像他们有很多森林的资源 但是砍伐事业没落的时候 那这些原来的砍伐事业的人 就没有办法再找到新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市民共同发电所会发展起来 主要还是因为看到这些在地的需求 那我认识的当地的市民共同发电所的经营者 他们是因为看到这些在地的需求 所以他们集结起来 那这些集结起来的人有来自各个地方的 像是社会福利的产业的人 或者是做能源的 或者是甚至在做工部门的人 他们就想要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 那他们有一个当地有一个地方 他是在爱东亭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盖了 在2014年的时候盖了一个叫做福西莫路 就是福祉中心 福祉中心 对 没错 那他其实就是为了要解决老年人的日照的问题 就是日间照护的问题 是的 然后再来认识障碍者 对 听众朋友 这个日照就很像长辈的白天的学校 就是晚上还是可以回自己家住 但是白天如果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 把长辈送到一个托老中心去 然后有人专门的照护 那长辈也有同侪关系啊 我们常常说那个长照里面四轮驱动 这个四就是手动脑动 然后身体动 还有一个叫社会互动 那这个其实就是 是一个相当好的长辈的活样老化的方式 请您继续 有一个日照中心 然后如果有一些认知障碍者 也有附设一个他们的养护康复中心吗 对 他们有 对于认知障碍者 他们有一个咖啡厅 让他们能够从事一些简单的木材工作 然后提供减餐来让他们增加收入 那另外也有一个蔬食餐厅 他们可以用自己种的菜 然后来做成当地传统的料理 然后来吸引观光客 那所以这个福库西莫鲁 它是一个结合多元的 等于解决在地需求的一个中心 那在这个中心的建物的屋顶上 就盖有太阳能板 那这个太阳能板就是所谓的市民共同发电所 因为它是向当地居民来共同集资 然后以一户有多少 可以付出多少的成本为上限 这样的限制 然后来吸引广泛的投资者 那与其说投资者不如说 他们说是支援者 就是来支援这个中心收入的这些人 那也吸引到相关里面的 有相同里面的人 进来参与这个发电的事业 那所以它是一个整合型的 那我认为它其实 就是一个地方创生很好的体系 对 我觉得是耶 是 是 它是 然后它就让大家也都有工作做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 让每个人都有收入 然后有工作 都可以安身立命 感觉在地的问题 对啊 对啊 没错没错 这个壮有所养 老有所终 所终 对 没错 对对对对 那我请教您 这个他们的发电是自发自用吗 他们自己在他们的 不是 他们是 也是跟我们一样要回送 他们是独狗的 哦 OK 他们在2016年的话 就是说日本电业自由化了 那其实他们已经可以走向自发自用 但是因为一开始 他们从2014年的时候就签订 20年的顿购合约 但是顿购合约 其实中途仍然可以改成 我要自发自用 可是他们考量到 就是说有顿购来得到的 的利润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最终还是 就是没有走向自发自用 所以其实这也反映到 就是台湾很多的公民电厂 也是选择顿购 因为顿购确实它的 利润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情况 是 听众朋友 顿购的这个顿字呢 这个是我认为全世界最难写的字 对对对 但是顿购的这个概念呢 却非常的好懂 基本上就是用 比台电会用 优于现在的 电价一度电行情的价格 来直接一打 就跟你打20年保证收购 20年 即便科技越来越进步 电价理应随着这些科技进步 于是它的这些相对的成本越来越低 但是台电给你的收购金不会变低 这个就是顿购的重要概念 这个虽然说 他们日本没有觉得 他们把地方创生跟能源转型结合 不过您举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还挺像彼此结合的 对我想因为我们的很多 台湾跟日本的很多的 比如说福利制度不太一样 那日本他们面临到老年人 没有办法照顾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 尤其他们 对就是说 在移工的部分 他们并没有合法的 所以其实 就是他们自己照顾 如果说 对他们也不能够由移工来做 整天的照顾 是是 居家照顾 所以像这样的日间照顾系统 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日本政府的话呢 他们能够 国家法律能够 支援的部分 只有说对于重大的残疾者 然后 或是说整个完全失能者的照顾 但是对于有一些人 他其实 没有到这么的严重 但是他可能也已经生活上 有些障碍了 无法自理了 对没有办法自理 没错 那他们办好好的生活 那像这样的一个gap 就是说 政府 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这个地方的居民 就想要来 来补充这样的一个不足 对 那我觉得他们的理念 其实是 去补足国家法律的 一个不足这样子 了解 了解 那 听众朋友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段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一个 就是 如果说我们试着要避免能源有太多 因为传输上面的遗失 什么南电 北宋 北电南宋的这种遗失 而且也避免大规模的停电 在我们这个多天灾的海岛国家里面 这个大规模停电 事实上 小额分散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 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 我们仍然有一些风险 我们要共同来讨论 我为大家专访的 在会客室的专家 他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 他是德国弗莱保大学 环境与自然资源学系的博士 黄惠辞 那么惠辞 我最后几题要请教您 这个您如何看待 就是说 像是绿能不是基载 所以在孤岛型的电力结构的台湾 听众朋友孤岛型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是像是德国 这一种在欧洲的大电网的系统当中 所以以前大家好像还会有印象 如果德国他在那致力提高绿能的时候 可是有时候绿能天宫不作美的时候 没有办法绿能够多 因此还能够从法国引进其他的电力来用 但是台湾是孤岛型的 没有这样子的社会经济的条件 所以因此站在能源供应的稳定度 这一个事情之下 绿能在台湾发展自然会受限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 我之前有听说过 那我觉得有 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来厘清 那我认为这样的说法 大概对一半 对的部分是说 像欧洲大陆 它跟台湾岛屿性质不一样 那欧洲大陆它是有欧盟的能源自由贸易来做调节 为各个国家的能源供给跟需求做调节 那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岛屿 所以在能源不管是进口 甚至可以出口也都没有那么容易 对 但是我觉得它如果要连接到台湾的发展性 有没有受限的话 我觉得还是关系到就是我们对于能源 有没有做足够的开发 比如说我们的 刚刚提到除能系统 我们有没有政策足够的支持等等 那我们也了解到 其实现在绿能里面 就政策层面来说 阻碍也是有的 比如说由民间发起的公民电厂 它在融资的部分 还有在竞标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有受到很多限制 那我觉得这部分的限制 其实是我们必须自己先解开的 那这个地方就还有它的前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厘清的 就是针对刚刚主持人说 德国是在一个欧洲大电网系统 那绿能不够的时候 可以用法国的核电来用 那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 它应该也只对一半 因为就是说 在自由化的欧盟能源市场里面 当然电力不足的时候 欧盟会员国就可以从附近来 附近的国家来买嘛 那比如说德国的今天电力不足了 那电力市场的交易 你就可以去买电 那当然 电的种类很多 其中也包括核电 那 但是其实如果 我是核电大国邻居 对 当然我是 原来是核电大国 但是如果从德法现在的书 的电的关系来看 从其实从2003年开始 其实德国它的电的发电量 就已经超过消费的电量了 所以从2003年开始 德国的 德国它就是一个欧洲大陆的电力输出国 所以应该说德国跟法国的能源供需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年都是德国向法国来输出电力的 所以这间接就是说 可以去值得去理清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比较 未来也有一个值得比较 德国的能源比较堪忧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这两年它的煤跟核能的生产比例 真的是大幅的下降 那导致它的电力出口的盈域也大大的降低 以前的盈域都非常高 那现在电力出口变得非常的 盈域非常的少 所以到未来 如果要走到德国境海碳这样的目标 其实德国 就是说主持人刚刚问的问题 它有没有可能大规模对法国买绿电 其实是我们在未来反而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 德国大规模跟法国买绿电 可是它不是发电量大于自己的使用量吗 那为什么它还要跟别人买 对应该说就是过去以来 其实德国的出口的电力出口盈域都非常的高 但是因为近年大概从1920年的话 它的煤跟核能的生产比例是大幅在下降 那所以它的电力生产也大 能够出口的比业费降低了 所以现在出口盈域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它这样子 如果它的目标是非常急峻的话 就是它必须要很困难的 才能够达到它进行排碳目标的时候 那它未来该怎么办 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是 我个人认为也可以观察 就是它会不会从法国进口而变 是 那您刚刚有谈到说 就是要解决绿能非基载 听众朋友基载的意思 就是说24小时都能发电 但因为绿能我们要看老天做不做美 所以解决绿能非基载 您认为除能系统在台湾的发展 有它的商机 有它的经济规模 有它的诱因吗 除能电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除能的专家 那我们目前的话 就像刚刚说的 氢燃料电池 其实是仍然 它没有办法达到商转 因为政策上面是不去支持的 那所以它目前还走在研发 研发能够投入的成本也很少 老实说 那我们目前使用的是锂电池 但是 狗狗的这个就是锂电池吗 对 没错没错 我们的现在的 那我们就用锂来除能就好了 对我们是用锂电池来除能没有错 但是我们目前台湾并没有做到 大规模除能的技术 其实全世界能够做到 大规模除能技术的厂商也不多 那台湾的话因为市场也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锂电池的市场 本来就没有那么大 那相应的我们能够投入的 研发的成本也不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 对我们的市场并没有那么大 这样子 我们发展也没有到非常的成熟 对那加上因为我们的电网 也没有到分散型的电网 所以现在的需求上面 也没有促成说锂电池的 除能系统必须快速大规模的发展 是听众朋友我想这是我们如果想要争取来做到就是小而分散的这一种就是自主性比较高的能源的话 这是一个关键的可能已经不止门槛了 可能是一个关键的龙门了 我们要愉悦龙门还真的要废一番力气 就是我们的储能系统的发展 那您又如何看待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太阳光电其实不滤 为什么 因为制成耗电耗水 而且废太阳光电的板子 回收的效益很低 那因为回收效益很低嘛 所以大家可能就选择就是焚化掩埋这种最方便 站在使用者觉得最方便的这种路径 可是又会有严重污染的疑虑 您怎么看这说法 嗯没错 最方便也就是最污染的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实太阳能电板最不滤的应该是 算是它的重金属的成分 它有两大重金属 一个是钳 一个是隔 钳它是用在细的组件 那隔是薄膜组件 那这两种重金属其实都对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 那其实欧盟的话呢 它对于电器产品其实都有规定 重金属规定不能用这两样 应该说这两样的使用的百分比都要非常的低 但是比如说铅的话 可能没有到那么多 大概0.1% 可是隔好像应该有到 应该是0.01% 就是它的可使用的成分 产品的成分有更低 可是在欧盟的太阳能板的模组 其实它们的制造过程里面 是豁免于这一项法规的 就是它们不需要遵守这项法规的 所以其实欧盟的太阳能板的制程里面 也就是有重大 有那个 有毒重金属的这个问题 那 所以应该说 如果说要解决这样子的 重金属的技术的话 是存在的 那它 它主要是必须要把隔洗出来 然后就是说 那个模组建议要把它磨成粉 听起来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对 但是 对就是已经是所谓垃圾了 可是我们还要 花一笔科技去把它做分解 分解提炼出来 或者是磨成粉 您请继续 对 把它洗出来 没错 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那现在呢 德国有一个叫做PVCYCLE的一个组织 它是 它不是 应该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 它规定就是说 欧盟的制造商 还有进口的经销商 他们都要加入这个PVCYCLE 然后对于太阳能板的组件进行回收 那 所以说 如果回答主持人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是认为说 每一种技术 它都有含有害 有科技产品 它都有有害的物质 那 重要的是说 在 这些物质在 什么数量可以被释放 那 太阳能板如果在 正确处置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其实可以排除 就是释放的可能性 这些重金属就 可以被 不会被释放到环境当中 这样子 台湾有 所以台湾 对 台湾有类似 德国PVCYCLE 这样子的 的组织存在 或者至少我们有这方面的努力的方向吗 好像我很少听人讲 我们有相关的 有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我们也有 废弃太阳能板的 金属物质的回收的技术 是有 存在的 OK 可是之前也有跟一些业者来 来聊过啊 太阳能板业者 就是为什么这个还没有办法达到商转 那他们认为他们是觉得说 其实有没有办法商转是一个市场导向 就是今天因为 太阳能板的废弃物还没有达到非常多量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诱因 对于厂商回收的诱因就没有出来 那他们认为说到时候如果 它能 废弃的太阳能板达到一定的量 这个诱因自然的就会出来 那这也是一个说法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有技术 但是我们其实回收的技术并没有达到商转 嗯嗯嗯嗯 了解 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感谢台大风险中心的博修后研究员 黄慧慧 慧慧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谢您 感谢感谢 面对不构率就有可能接不到订单 或被国际淘汰的目前的大趋势 这个结构性的转型呢 不只仰赖政策的引导更重要的是 其实是你我要不只从做而言 更是要起而行 共同来付诸行动 关切我们的能源转型 事实上就是产业转型的火车头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这个节目由我们跟台大风险中心所共同制播的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